这就是美国老年人很多人的生活 房子你就算是普通的房子 卖个四五十万 然后十多万拿出来买个房车 然后十几二十万再买个游艇 然后就这样的安度晚年 剩下的还有一点钱 就可以供自己的生活费 跟房车一样 移动的 这些房车就是人家自己的 把住房车住过瘾了 开箱买一个 对我觉得那个小小的就够我们住了 我们住这种就太大了 因为后面那一截根本用不上 美国老人就是这样 因为这样不用交房地产税 这种大的就得十多万 像这种四五万块钱 但是你要配一个皮卡 要拉走 你看这边就是海 这样就可以省房地产税 你看这里搞得跟个家一样 有的就是说长期住在这里了 像我们买会员卡的话 只能住七天 最多住七天 好像是1600多吧 现在好像涨价了 如果是高级会员 就能一直长期住在这里 如果你短时间的住的话 一天四五十美元吧 也有人买一个房车基地 就是买一个房车营地 这一块地是你的 好多都是老人住 你看这搞得跟自己的家没区别 再配一个高尔夫球车 不在这里面穿来穿去的很方便 跟爸说这个比较贵 这个要二十万 很新 你看里面一排灯 这个比较高端 还搞了一个树 在这做装饰 一个房车最好的也就十几万块钱 或者买个二手的几万块钱 看这个多小 这个小的就够我们了 再来一个船 这里还有一个游艇 还有这个房车 有点像小猪配骑里面的车 这是富质房车 它两边还能伸出来 还有这种造型的 这月贵 这月十几万 十几万 十几万还是比买房子滑涩 拉着家到处跑 你可以周游美国 走哪住哪 要不十几万买一套 电脑一起 要不分开 车头六七万 我觉得单独买个皮卡 然后你比如说出去买个菜也方便 不然你拉个大房车 那个车头也开不下来 想出去买个啥不方便 这个小小的适合我们 好小呀 有的还拉个游艇过来 小的两万多块钱就买到了 哇塞 这个特斯拉也太牛了吧 这小车能拉一个房车吗 看这个是特斯拉拉了一个 后面那种小小的 这边全是游艇 不能钓鱼 哇塞 你看这鱼 这就是来啥子喂的 这鱼感觉 这有我这么高了 不愿意要鱼 还有那种条纹的鱼 你看那海连鱼的 看那看那边好多 看多多大 他也不吃这玩意儿 那天在喂他 好多鱼 看这个鱼 哇这个鱼好大 哇这鱼真的好多 而且很大很大 这一条鱼能够我吃几个月了 跟爸说那边有时候有海豚 这里鱼好多 这里地方最多 这个坡下去就是停船的 传统这里下去 好多呀 好荒野 这里可以钓鱼 这里好多人在钓鱼 这里可以看日落 别人叫上那个鱼了 是吧 嗯 那是他的鱼饵 挂着鱼童